那么当环境呢 全部搭建好之后啊 那么最后的话 就是等着这个开发人员 把项目做完了 那现在的话项目呢 我们也不可能自己做 咱那呢也没有开发人员 所以项目的话 我们从网上当了一个现成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 叫Discord X3.4 UT8版本的这个包 那这个包呢 给大家发一下 接一下 拿到这个包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解压 把它加出来 解压一下 这包里面东西比较多啊 几千个文件 如果没拿到的 自己在共产里面拿吧 这个鸭头包ZIP啊 然后这里面的话 打开打开有三个目录 三个目录简单 说一下 第一个Redmi Redmi叫读我 里面是一些说明性文档 不用管它 跟项目没有关系 然后 第二个 Upprode 第三个叫Unity Unity这个呢 选哪一个呢 我们选择Upprode 为什么选择Upprode Upprode叫上传的意思 上传 往哪上传 那肯定是往服务器上传的 那所以 这里面是我们需要用的东西啊 这个是我们需要用的 Upprode 是我们需要用的目录 也就是我们需要把这里面的一些东西传到服务器上 解压项目包 箱 UP Upprode Upprode 其中的 这些内容 上传到 服务器 站点的 目录 还记得哪个目录吗 VAR 对啊 放这里面来啊 放到这个里面来 就是这个目录 那么现在的话 这里面东西比较多啊 我们不能说像之前用wget了啊 这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去把它解压之后 然后呢 使用filezilla 第一个 使用filezilla 来上传我们需要的代码文件 打开filezilla 然后填上我们的主机名 把IP复制一下 用户名该怎么填 怎么填 密码 端口号22 走 然后找到那个目录 -VAR 下面的 3W - - HTML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本身我们测试文件的 删掉 不要了啊 不要了 为什么不要了 因为在这个里面 它也有一个同名文件 你如果不删 反正待会不会覆盖 待会不会覆盖啊 所以我们就给删了 然后这边呢 全选 Ctrl A 直接给它 拽进去 3900多个文件 将近啊 这个得传一会儿呢啊 给它拽过去啊 其实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说 咱那个Discars这个项目 Discars是什么呢 Discars是个论坛 对是论坛 之前有同学问过 想自己搭个论坛是吧 那你可以用Discars Discars这个论坛界面呢 大家应该都见过 很常见的一个论坛风格 Discars C U Z Discars 打开它的官网 大家应该都见过这种形式 见过这个吧 就这个就是Discars的论坛 这是它的官方网站 这个论坛应该很常见 还是很实用那个论坛 等它呢 这边呢 装完 我们这边就可以去用了 但是其实现在 我们已经可以刷新这个页面了 它应该能出电影的东西 出现了一个安装向导了 没有问题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只需要等着 它所有文件全部传完 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安装了 做这个项目的安装了 当然以后呢 就是说公司中开发人员 写的项目不一定需要安装 可能写完之后 你拽上去就行了 但是这个的话不一样 我们这个呢 属于开源的一个项目 它呢是给很多人去用的 所以这样的话 每个人的东西可能不一样 所以它有一个安装引导 一千多个文件 才传一千多个文件 还有一千多个 不是文件大 它里面文件东西太多了 它比较好的做法呢 应该是给我们做一个 GZip压货包 然后呢 我们传上去之后 用贴压命令做解压 这是比较好的 但是它这地方呢 给的我们什么包呢 给的我们是 Zip压货包 Zip压货呢 在上面另一个上呢 不一定好解压 都是小文件啊 都是几K几K的 所以速度还算还算可以啊 并不是大文件 还有800多文件啊 很快啊 500个 先等它传完啊 那这边呢 全部传完之后啊 传完之后 然后呢 打开我们之前的这个网站的首页啊 会去运行一个 DZ的一个安装向导 会安装向导啊 应该是结束了 57 OK啊 结束了 先结束之后 也不用管它了啊 不用管这个FileZ了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一刷新 它就为一批这个安装向导 那么安装向导打开之后呢 现在我们有两个选项 同意或者不同意 那如果你想要装 你只能同意 即使这里面东西 你看了很不爽 你也得同意啊 你必须得同意 你要是不同意 它就不给你装了啊 所以呢 这个软件你要装的时候 你必须得选择同意啊 这个呢 没得商量 没得商量 选择同意啊 A 选择同意 同意这个协议吧 嗯 我同意 我同意之后呢 再下一步 这个时候呢 它来给我们去检测 当前的这个项目 它的环境 是不是符合它的要求 必须要保证 不能有红叉 但是我们这里面 好多红叉 那这时候呢 就要去解决了 这个解决 开发人员不会解决啊 他得找我们 怎么解决 他先看这要求吧 上面这个什么的 我们都符合要求 所以不用看了啊 我们看下面这个 目录不存在 然后不可写 不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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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们得保证 这些目录都得有权限 但这个目录权限呢 你想一个个的去给吗 不想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着 哎 那这时候我们得出来了啊 EX IT 那么他想要权限吗 很简单呀 我就给你权限就是了 想要 对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权限 都给他给了啊 接下来 B操作 就是 赋予 指定 目录 写权限 这些目录要给写权限 那么如果你不想一个个的给 很简单 一条命令全搞定 C H M O D 然后可写 加 W 哪个目录加W呢 哎 VAR下面的3W 下面的 I的秒 但是这里面是不是又包含了目录啊 前面加什么 I 杠 R 杠 在前面啊 加这 杠 把这个命令 拉过来 这些 走 好了 这些完成之后呢 这边不会自己会变啊 我们要刷新一下 是不是顺序能够到了 哎 哎 那这样吧 咱就给他个什么吧 777 最整事 是吧 给他一个777最整事 那就不用讲那么多了 直接777 先给他个777之后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呢 就所有的东西就全变绿了 包括刚才说目录不存在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解决好了之后 下面还有一个红的啊 这个红的 说函数不支持 mysocoi connect 不支持 mysocoi不支持 注意这地方啊 这个mysocoi是PAP的一个扩展 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没有装mysocoi这个扩展 没装扩展 哎 你没装扩展 你如果用编译的话就麻烦了 你从编PAP吧 但是我们用YAM装的话就简单了啊 对啊 直接单独的给他安装一下mysocoi就可以了啊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好解决的 这就是用YAM的好处啊 对 你想自己装这个环境很简单啊 哎 这边呢 它是需要mysocoi的一个扩展啊 它需要这个扩展 那没有 没有 我们就装嘛 装的命令叫 YAM 因此到PHP横线 mysocoi 它是PAP的扩展啊 你不能直接mysocoi啊 PHP mysocoi PAP的扩展都是PAP横线 加上扩展名 这个你就得和 和那个谁协商了 当然其实你做多了之后 你看到这个错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你前期可以先记一下 看到mysocoi connect的 就是缺少mysocoi扩展 是吧 然后同时给我们装一个PAPPDO 哎 行 哎 这个就是扩展的一个安装 然后输入Y 回车 好了 那么mysocoi这个扩展呢 也就装完了 装完不要忘了一件事 我们需要去 重启 阿发奇 重启阿发奇 这个需要重启一下 因为已经更改了PAP的配置了 所以需要重启阿发奇 要不然这个配置不会生效的 Store as H TTP HTTPD R1 STRT 不是 大的 走 先 再来刷新一下 不然这样的话 我们所有的错就全解决了 是不是都绿了 绿了行 绿了就下一步 全部保证是绿色的勾 你就可以下一步了 重启之后 保证所有的配置项 都是绿色的 绿色的勾 才可以 下一步 要不然的话 下一步也会出问题 这个地方呢 需要去注意一下 这是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C步骤 C步骤的话 我们看一下下一步 当中干嘛 这个步骤呢 会让我们选择 我们想安装的这个方式 Discars呢 它这里面提供两种安装方式 第一种呢 是全新安装 就是你以前没有安装过 Discars的任何产品 你选择全新安装就行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紧安装Discars Discars呢 是论坛 只安装论坛 另外一个呢 你需要手工指定 已经安装过的 User Center的一个路径 但是这个东西 好像我们不知道 它啥东西是吧 所以你选择它就行了 那User Center干嘛的呢 User Center提一下 它呢 是实现一个单点登录的 这么一个功能 就类似于我们 不是一个QQ登录吗 你在QQ上登录了 你是不是打开 用QQ登录的其他网站 是不是也自动登录了呢 所以这地方是一个效果啊 一个效果 如果你想用Discars旗下的 多个产品的话 那你可以安装一个User Center 那如果你以前装过 那你可以指定 如果没装过 那只能是选择全新的 所以这块呢 我们选择全新的就行了 选择全新安装 选择它 然后点击下一步 DZ的安装方式 然后下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呢 比较熟悉了 它让我们干嘛呢 它让我们去配置数据库的信息 因为一个网站 一个项目 它在执行的时候 肯定是有数据的 那这个数据存哪 存数据库里面嘛 那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得知道账号密码呀 要不然它怎么存呢 是不是存不了啊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要指定一下账号和密码 那账号呢 这地方呢 默认连的服务器 连本机 连Localhost 这也就是为什么 刚才呢 有东西问 我改那个127 不改Localhost 因为好多安装软件呢 它在安装的时候 都是默认的是Localhost 所以呢 Localhost能留着 127的话 一般很少有项目的话 说默认给你连127 虽然说127也是表示本机 但是用的比较少一点 然后这个是数据库的名字 它给我们起了个名字 叫UALTIX 如果你不想变 那就不用改 你要变 你可以改一下 连接的用户名 root 当然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用户 等到后期呢 大家在学习到 MySQL高级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去讲解 怎么去创建MySQL的用户 到时候可以指定一个用户 那么现在只有一个用户 没得选 就填root吧 密码 密码呢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散过来就是了 散过来就行了 然后数据表的 前缀 前缀这个东西呢 开发来说 比较喜欢加 但是对于我们用来说 前缀是什么东西呢 你能知道就行 不知道呢 也没关系啊 那么前缀是什么 假设我有个表 我们昨天是不是创建了一个 叫Mobile表啊 前面比如说加上一个 PIE 那这个PIE下滑线 就称之为叫前缀 为什么要加它 这个得往前去说了 跟历史有关系啊 以前呢多个项目 可能放在一个库里面 这样就导致 如果说我这个数据库里面 这个项目有Mobile表 那我另外一个项目 也有Mobile表怎么办呢 它就会常常冲突 那不可能说 哪个Mobile1 Mobile2吧 那如果你用1和2区分的话 后面就会混在一起了 你也不知道 哪一个是哪个项目 所以呢 就有人想出来 用前缀的方式 比如说PIE 表示这个项目 然后呢 比如说我又来了一个 商城吧 商城加上起个名字叫 商城下号线Mobile 这样的话 你一看就能区分开了 原来这个是一个项目的 这又是另外一个项目的 所以SC的话 类似这个的话 就是属于甚至为叫前缀了 前缀呢 咱们搞用文呢 知道就可以了 前缀 然后后面的话是系统性箱 因为Discard呢 自身呢 它是可以发邮件的 自身是可以发邮件的 所以呢 如果说你一个用户出售完了 你想给他来一个机会邮件 机会账号 那就需要一个邮箱了 所以呢 这里你要填个邮箱 但是我们当前的话 只是为了安装 邮箱呢 对不对 那就不用管他了 然后账号和密码 注意 这个是我们管理网站数据的密码 不要填错了 你一旦填错了 谁也救不了你 为什么救不了你 因为他把密码存在数据库 存在加密的形式 你不知道原始密码是多少 你也找不回来 所以这个密码你填的时候 自己填的东西一定要记着 我还填它 重复一遍 管理员邮箱 那么就不动吧 基本的信息 该填 填好就行 就是这边 填写数据库 与管理员的信息 填好之后 下一步 他就跟我创建表了 OK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之后呢 来过来 看一眼 刷新一下 多了个库吧 这么多数据表 多少个数据表 看不出来 这看不出来 297个表 将近300个表 这个PRE就是前缀 所有的表前面都是PRE 表还是比较多的 现在看到这一步的话 那就可以了 我们就已经是安装完了 到这一步的话就已经安装完了 E ZDE 安装完成 那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论坛了 点击这地方 我们自己当进那个论坛出来了 你想登录的话 可以啊 我输入一个root 然后呢 密码自己来找 Admin Admin 你这已经搞晕了 Admin 可以选个自动登录 登录 直接研论码 E6PK 研论码你可以给它关掉 对 还加个金钱呢 是不是 这个是前台 这是前台 那后台怎么进呢 管理员登录之后 这地方给管理中心 如果不是管理员 这地方没有管理中心 点一下管理中心 这就是后台 后台就出来了 所以你完全可以 如果想搞个论坛的话 自己去下个圆码 然后呢 在这里面可以做配置 比如说 站点功能 那天我接到个同学问我说 这个站点不想对外开放 你可以把这个注册功能 给它去掉吗 然后呢 是否通过有点起 我全给它去了就是了 对啊 然后把每个板块 把论坛每个板块 每个板块 加上访问权限 这样的话 这个论坛只能自己看 只能自己看 知道啥意思了是吧 对啊 有一些这个论坛 它不是收费的吗 它怎么做的呢 就是这么做的 它把它用底子卡 钻好了之后 在后台稍微的配一下 然后呢 你这样的话 其实你没有权限的时候 你点不进去的 就这么简单啊 对 然后注册的时候 也可以收钱 你看这里面 有一个注册 注册功能 注册功能呢 可以选择这个 开放邀请注册 邀请码怎么买呢 充值购买 对吧 然后在这个运营里面 找到这个叫 电商 应该是有个电商的 电子商务在哪 运营里面是吧 爱电子商务 你配着一个指数宝的接口 对吧 往这一放 就能收钱了 所以这些东西 看着很高大上 其实你只要找个原代码 往里面一放 一一行 不用写代码的 比较简单啊 可以啊 没问题 这不要说出来啊 可以了 行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 就已经成功的上线了 我们的 stimulans了